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两组一出道就被很多人骂的女团 首先是女团GP北极 2010年以主打个Game出道的GP北极 是以五位中学生一位小学生所组成的女团 而因为歌曲的调音很重 成员们年纪又太小 所以一出道在韩国网路上的反应就非常不好 再来是Curse Story 2010年以PinkPink出道的Curse Story 当时四位成员都是三到五年级的小学生 平均年龄是10.75岁 因为年纪实在太小 所以在还未正式出道前 就已经有了黑粉论坛而出名 对于年纪很小的女团或者是男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Red Red Sergi 举集Wendy Red Red Sergi 举集Wendy的影片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打击感林 可可可 看颜色攻击的样子好可爱 说一句没问后就不知所措 可可 这两个人真的看起来很善良 太有好感了 19岁150万连衣裙 一位19岁的女孩穿着150万韩币的连衣裙 与父亲参加了亲友的婚礼 大家选择穿这个价格的连衣裙怎么样呢? 很贵吗?柬埔吗? 但如果这个人是三星集团总裁的女儿的话 150万的连衣裙会不会觉得很简朴呢? 如果是以前用的女儿 18应该算是很简朴 三星集团的女儿参加现代集团的婚礼 如果穿无牌衣服也不像话吧 按照收入比率来看的话 根本就是在街上捡了个衣服穿一样 就好像是10块钱的连衣裙 就算什么背景都没有的我的19岁女儿 如果考上哈佛大学的话 只要她想穿 我也会给她买150万的连衣裙的 总结一下就是 好香哦 囤形漂亮的女爱豆们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认定的 囤形漂亮的女爱豆们 李宗世红 对 杂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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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